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夏天又热 然后又赶 好辛苦 再说有些上班族 房东也不准他们能够生活炒菜 那所以每一家都会一定有个电锅 那么电锅我们只知道可以蒸饭 热的东西 可是电锅可以做家常料理 今天我们这个电锅料理达人 陈彦志他师傅 就要教我们用电锅来炒米粉 好 我们现在赶快一起来学了 好 我们来学炒米粉 我昨天我女儿去新竹签书 签新书签书发表会 然后人家送了她一包新竹米粉 我一拿到我就说太棒了 我今天一定要好好学 因为可以用电锅炒米粉 是不是 好 那你今天教我们是 什么样的炒米粉 今天教大家做一个 姜黄 我们多加一个姜黄板下去 然后让它更比较养生点 而且漂亮 色澤漂亮 好 姜黄南瓜炒米粉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菜 佛手紫茄 就茄子 对 我们下去香那个 豆包浆 哦 所以说 我们如果说简单的 这样子做的话 妈妈就不要有油烟 然后呢 就可以有主食也有配菜 对 对嘛 你看多好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姜黄南瓜炒米粉 还有佛手紫茄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哦 姜黄南瓜炒米粉 材料有米粉300克 高丽菜200克 红萝卜30克 干香菇5朵 黑木耳30克 南瓜100克 绿豆芽20克 芹菜20克 香菜20克 调味料有 油两大匙 盐1分之1小匙 糖1分之1小匙 香菇粉1分之1小匙 胡椒粉1分之1小匙 酱油1小匙 姜黄粉1分之1小匙 素高汤50克 佛手紫茄 材料有茄子1条 海龙30克 蒟蒻虾仁50克 碧芹20克 芹菜20克 生豆包姜100克 太白粉少许 调味料有 盐1分之1小匙 糖1分之1小匙 香菇粉1分之1小匙 胡椒粉 1分之1小匙 香菇酱1大匙 好 我们看到了材料跟调味料 这个当然就是家常菜 可是今天我们的 花絲炉盖起来 对 然后用电锅 用电锅 可以把它做起来 那我们大家就要仔细来看 好 首先呢 这个米粉 像我们那个带回来 那个米粉是干的吗 像那个的话 如果那个是干的话 我们就是 第一个如果你在家里没办法烫的话 开过去 我们用热水下去把它泡软 泡一下 立起来之后 然后我们就拿 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拿个电锅 内锅 我们先把米粉 这个就是已经像譬如说干的米粉 我们已经泡软了 这个是那个新鲜的 这个是你买的是新鲜的 新鲜的 内锅里面 没有 我们像这个的话 我们还要加一点油 米粉给它拌一拌 这样米粉才会 比较一个 不会那么涩 比较会Q弹 Q弹 好 我每次都把米粉用刀切一下 不用 我们用拌了就好了 是吗 对 因为它就会 一团在那里啊 但是熟了以后 它就会分开 对不对 对 通常 其实我们拌油它也不会结块 我们就这样子把它拌一拌 然后我们就放旁边 来 现在先要切配料 对 我们先切高丽菜丝 高丽菜丝要不要抓水啊 不用 因为我们它会生水 然后我们也不用 就刚刚好要用它的那个 高丽菜丝 像我们这个都洗过了 我们就直接铺在上面 直接喔 直接都把它铺上去 好 太棒了 然后我们这样子有好处就是 那个蔬菜 如果你要多一点 生出来的水 都直接吸到米粉里面去 对 它是甜的 对 我只有用那个电锅做过 番茄炖饭 但是 其实意思是很像的 对不对 对 是喔 米粉应该比那个 用生米直接做炖饭 还会更好做 可是那个米粉的Q度 可能就要拿捏了 像很多妈妈很自豪 她炒米粉炒得很棒 就是因为它可以 那个火候抓得很好 米粉不会太湿太烂 也不会太干 吃起来是那样QQ的对不对 对 那也不会太油 那这个电锅 电锅就没有所谓的 这样子的火候了吧 但是我们也可以 就是说我们只要把那个水分 拿捏好 而且它在蒸的还有水蒸气 会保持它的湿润度 所以它一样可以展现功夫吗 对也可以 就是说我们水 就是像我们上面的水这样子 比例下去放 而且我们自然又有这些蔬菜的 蔬菜的水分 水分 然后再下去 就是我们起来之后再把它拌一拌 这次我们这样炒一炒 拌一拌这样就好了 一样可以展现它的火候 像我如果没有按照你的比例 我就会出现 像我用锅子炒米粉一样 不是太暖 那就是太暖 因为你的火的大小 你太大水分就收干 对啊 那你又一直加水 第一个你的味道就会 然后 味道又跑掉 有的时候米粉还会吃起来 这样不Q 对 那所以说电锅 我们也是要注意 对不对 电锅 电锅有点上来讲的话 都是一杯水下去 然后只要我们在里面的调味料 跟水分 只要比例抓好 拿捏好的话 那我们就不用理它 那太好了嘛 那更不用担心 像现在你看真的是 天气越来越热 那下来帮回家 哇 还得这样子在厨房里面满头大汗 那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如果真的一切都交给电锅来搞定 那真的太棒了 尤其家人的人口少的话 现在小家庭也比较多 那么像今天这样子的分量 如果说是一加三口 可以 可以够了 对 一个主食一个配菜其实也够了 好 平常吃的简单一点好 像一个人我们就把分量减少 对不对 这样子很好啊 那就不要说 还要每一餐都要到外面去吃 如果是单身汗的话 单身的话就这样 省时又省下 对 其实如果你不想做配菜 今天光做米粉就够了 对 你看这个材料这么丰富 够了够了一个人吃真的这样子很好了 对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 调味料 调味料现在才要加对不对 对 刚是米粉跟菜先铺上去 调味料是铺在上面的 因为它等一下化掉之后 它会下去 下去之后我们再稍微 我们再用筷子把它稍微拌一拌就好了 好 再来就是 胡椒粉 是 把一点点的酱油 再淋一点酱油 对 那还有 也要有盐巴 是 所以调味料都没有把它省略啊 应该有的都有 然后就是 素高汤 你说这个里面的水分要拿捏精准一点吗 像刚刚这样素高汤就是这样等于小半杯而已嘛 对不对 那因为它里面的那个材料会出水 对 菜本身会出水 所以不要放太多 对 不要放太多 然后我们姜黄啊 我们一样用高汤把它 调匀 弄掉 基本上里面的那个水不要放太多 对 放太多会变成 像我第一次煮炖饭煮成西饭 对 米粉汤 对 然后这个如果水放太多会变米粉汤 好 如果真的这样就多再多加一点 不好意思 今天晚上我们 妈妈反正要炒米粉汤 但是煮成米粉汤也是可以的 反正调味料都有了 好 来 那现在就这样 对 我们就这样把它放进电锅里 好 我们等一下 我们等另外一道菜 我们就一起 一起 好 不急 是 然后我们像这个我们还有一些 起来之后我们可以加点那个芹菜 芹菜末末 芹菜朱 那就是米粉 米粉好的时候再加 是不是 对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今天的 Campán的调味料 好 这样子 是 对 该有的东西都有了 好 这个是待会儿再用的 那现在我们就要来这个芹菜了 对 你知道吗 做茄子 茄子我很爱吃 但是呢 每次觉得自己在家做很困难 其实 我只有在外面吃自助餐的时候 才会多加点茄子 对 因为茄子啊 其实大道理讲 在外面它们都是过油过炸 对 对 我觉得像这种就是 太油了 太油了 然后如果炒过 其实有时候也不是 像我们自己在炒 也不是它过油 它可能煮过头了 它把它的破坏掉之后 它就一直生水 好 现在我们这一个就是茄子 我们就切了这样子 就是切两刀不断 然后我们等一下准备可以塞馅 自己在家吃还那么敢呼 对 蛤 塞馅进去 这些馅料要拌吗 要 等一下我们就把它切碎 要把它拌一拌 好 然后这些 我们这都来把它切一切 每一个都把它斜切 对不对 对 剪刀把它剪成 一个 这个是把它都切碎 对 切碎我们把它 当做那个馅 我们把它拌进去 因为 加上海融它会有一种鲜味 对 因为毕竟我们 没有像那种锅子在那边炒 爆香炒香 对 所以我们就 我们就是让它 既然要做茄子 我们也让它有点 像样的茄子 既然茄子 就来给它来一点像样的茄子 对 你知道吗 我们在家煮茄子 都煮得很不像一样 因为茄子不好处理 那我只会做一个最传统的以前 就是蒸茄子 用那个 反正蒸茄子 把调味料什么都摆好 然后就蒸了 但是有汤汁啊 如果也要吃的话 就是夏天我们会把五味酱调好嘛 对啊 茄子把它蒸好之后 我们旁边煮一锅冰水 蒸好之后 我们马上把它丢进去冰鎮 茄子马上冰鎮 对 它会怎样保持怎样 它的鲜紫色 好 会变比较漂亮 但是我们今天呢 你教我们的是 就是 我们蒸好以后就可以吃 对 这是蒟蒻耶 对 叫做素虾仁 但是它是蒟蒻 对 它是蒟蒻 然后它有调味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它一点点的 你是要它的Q度是不是 对 我要它的鲜度 鲜度 还有它的那个口感QQ 对 人家干了会在笑 人家做那个 葷食的虾会这样子压 结果这是素的蒟蒻 它也是这样压 所以 其实 并没有因为做素食 所以让它的那个 手法去省略掉了 对 我们也是要让它有那个 视觉上的感觉 好 这个全部也是把它都碎之后呢 再跟它的豆包一起合起来 哇 还加整个喔 必行 这道料理是 很可以叫做 不是家常菜了 这可以变成是 要请客 用电锅来做请客菜也可以 也可以 对 好 那么 因为多半那个 妈妈们回来如果说 觉得说 零食再来拌这个馅料有一点忙 对 那这个可以先 比如说 头一天晚上 可以啊 先把它处理好 我们可以把它都切好 然后放进去 放进冰箱 然后调味料都放进去之后 反而这个会更入味 反而更入味 对 然后那个等于说第二天回来 我们其实设定好 明天我们就来在家里面 用电锅炒米粉的话 我们炒米粉的材料也切好 对 这个也切好 那这个今天比较赶 下班回来 妈妈这个把那个调味料 什么都一拌好 然后就把它一次蒸起来 对 只是茄子 我们不要先切就好了 茄子 这个茄子不要先切 对 茄子我们 好 这点很重要 是保持整根的 对 这个要做料理的时候才来切 再来切就好 不然它们会怎么样 会黑掉 会氧化 是 我们再加点芹菜 带一点香气 好 这也太神奇了 好好玩 如果说是用瓦斯陆做 我会觉得说那就很普通 它既然是用电锅做 它还可以这样做 我就觉得说太好玩了 好 这是我们主要甜香的一个 对 它的香气 然后现在 拌调味料了 拌调味料 要加点香菇粉 盐巴 香菇粉盐巴 还有呢 胡椒粉 好 我也来切切看 然后重点还有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香春酱 哦 这个香气很浓郁 对 然后我们就把它拌均匀就好 像我这样子切是这样切 这样子的深度够吗 可以啊 可以吗 对 塞不进去 还有再生意 要过三分之二 过三分之二 好 过三分之二 基本上是 以它可以相进去为原则 对不对 对 好 好 现在就要来看你 你要塞咯 好 我们在塞之前啊 要做什么事 就是撒一点粉在上面 就是让它比较凝固 不会脱螺的感觉 就是把那个馅料不会掉出来 对 哦 哦 这样子 单身住在外面的朋友 今天请 请她的好朋友来家里吃饭 可以做这道料理 对不对 它会让这个在外求职 甚至于求学的年轻人啊 还可以做得到家常料理 对 哦 我感觉上有妈妈在身边的感觉 这样很幸福哦 哦 其实炒米粉也是一份功夫 永远在整个世界 吃不到妈妈炒的米粉 哦 就是没有妈妈的那个味道 是不是 对 可是因为炒米粉是 以前我们就是说 本省的妈妈哦 几乎都是很会炒 然后那个 就是 外省妈妈就像我妈妈 他们那种大陆来的 他们几乎都不太会炒 好 所以每次都要去吃那个 邻居家妈妈炒的米粉 好 然后现在就要开始来香了 对 就来香 然后我们就要来蒸了 然后那个 通常啊 电锅外锅的水要放多少 用一杯水就好 如果说我们用传统电锅的话 就是放一杯水 对 那在这个料理全部都弄好 电锅还是冷的的状况放吗 没有 加水以后才放这个米粉跟这个菜 还是要先加热 米粉的话可以先下 没关系 通常这个茄子的话 等那个蒸汽上来之后 才下 我们才下 就是说温度不够的话 茄子就容易黑掉 好 今天我们用这个是另外一种电锅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很多的电锅 为了这个顺应很多人的需求 还有我们这个台湾人的智慧很厉害 他们都会各厂商都会研发 研发不同的电锅 那如果说是用那个传统的那个电锅 就是先放一杯水去蒸米粉 米粉蒸到有那个电锅整个热气出来的时候 才放这个茄子 对不对 好 那现在这个就是另外一个 那现在很奇怪的是 为什么茄子的底下不放一个盘子 这个是透空的 这个整个蒸盘是透空的 对 我要让它蒸汽可以直接 直接不要冲得上来 其实没差 因为我们下面放那个米粉 然后我们这个蔬菜 蔬菜的甜 它会掉到那个 米粉那个 米粉的那个里面对不对 对 茄子的调味料跟那个汤汁可以 就直接漏在这个里面 好 现在我们大家看 这个刚刚我们调好味的米粉 现在它要放上去 然后用这个是 有些人家里面会有这种电锅 也是等它水烧开 意思就像蒸笼的意思 那那个传统电锅 一杯水先放下去 按下去 也是要等它有热气 对 差不多五分钟之后 有热气中了 有热气 再放茄子就好 那那个传统电锅 就是先放米粉 像蒸饭的意思 对 我们怕到时候 我也想去烫到 好 这个请大家注意 好 那像这种就是 这个下去之后 茄子也下去 茄子也下去 然后让它去蒸 好 我现在盖一盖 然后把 甚至于可以洗个澡 对不对 然后就可以轻轻松松 然后全家来 这个很方便 然后又凉快地吃到晚餐 那我们就等它好了 我们就来吃吃看哦 江黄南瓜炒米粉 做法是米粉放入电锅内锅 倒入油拌匀 接着将高丽菜 红萝卜 干香菇 南瓜 黑木耳 切丝之后 放在米粉上面 再放上绿豆芽 香菇粉 胡椒粉 酱油 盐 糖 素高汤 接着将姜黄粉 用高汤调匀之后 再倒入锅中 再将内锅放入电锅里 外锅加入一杯水 盖上锅盖 蒸煮至开关跳起 再取出米粉剥松 撒入芹菜猪 香菜末拌匀就可以了 佛手紫茄 做法是海龙 蒟蒻虾仁 碧芹 芹菜切碎 加入豆包姜 调味料拌匀之后 成为馅料备用 将茄子切成三公分小段 并在茄子上面 画上两刀斜刀 接着将茄子剥开 抹上太白粉之后 再填入馅料 放入电锅中 并且在外锅加入一杯水 蒸煮至开关跳起就可以了 大家一看到了这个成品 会觉得说实在是太惊艳了 吓一跳 电锅这样一打开一拿出来 吓一跳 所以呢 那个茄子是蒸好之后 然后我们再来把它夹在盘子里面 对 夹盘子就好 然后呢 再来就是最后把这个米粉整个再拌匀 就是我们就把它拌匀 然后把它拌炒均匀 所以说真的很简单对不对 那但是因为这个 你这个姜黄加下去啊 它整个是像鲜黄的颜色 感觉上像新粥炒米粉 像耶 而且这个也满艳 就是我们的酥 像我们用蒸的嘛 那个蔬菜的甜味原味 在里面 全部都锁进去 都没有流失 跟那个锅子去煮去炒不太一样 对对对 对不对 好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料理 那至于口感如何呢 那我到底要先吃茄子 还是先吃米粉 还是先吃米粉 先吃茄子 好 先吃茄子好了 好不好 然后 好软喔 好软Q 然后米粉才是我们今天这个很重要的主食 我来看一下 然后 我喜欢 因为它一点都不油 它好爽口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拿捏控制得很好啊 它是松松的 干干的 然后香香的 嘿 这个如果说是想要学这个电锅料理的话 也可以参考一下陈彦芝曾经出过的这本书 对不对 好 今天我们谢谢陈彦芝今天来教我们 就用电锅 也可以做出妈妈味道的料理 好 谢谢你 谢谢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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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我也有点 对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